你看 在美國每十個人 就有四人曾經跟他自己 才超過十歲以上的交往 甚至其實一趴的男性呢 很可以接受比他小十歲以上的女生 太多 這哪有什麼啊 現在女生也喜歡你下奶好不好 真的耶 她們長得又可愛 身材又很好 天啊 好棒喔 色情也超多的呀 超多的 告訴妳 我們這邊有很多名單 妳在幹什麼 欸 姐 我們在討論現在時下 女生喜歡的年夏呢 妳看這個豬肉 我的天啊 太好了嗎 欸 不對啊 那麼年輕 就算是年夏呢 妳現在也沒有多少歲吧 姐 人家又這麼嫩 我如果看起來太扯手的話 我看起來會像個媽媽 帶一個小廚門一樣 那很誇張耶 那不然妳給我看 你喜歡的小朋友 來 我有 你看 你看 多可愛 我的豬肉 我這個喔 我如果要等的話 我要等二十多年 那 等於我已經是小朋友 這就是妳的小鮮肉 對啊 妳剛剛多可愛 妳看這個小人好可愛喔 喔 妳看 天啊 多可愛 我會不會當她的小 對 妳更可愛的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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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個很可愛啊 好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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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是人 應該都會迷戀青春的吧 像我發現我身邊的好姐妹呢 開始越來越多人 喜歡年夏男了 不知道這些小姐姐們 有沒有跟年夏男交往的經驗呢 因為年夏男就是很有活力 對 就是可能 可能到晚上聚會的 晚上 然後她說 妳說哪一方面的活力 不是 不是 是不是很歡喜啊 然後看來就是活力滿滿的 不要誤會 就是這個意思 很有活力 然後又很可愛 我跟年夏男交往 我覺得她們 體力充沛 就是我去 不是晚上的 也是晚上的 大姐姐直接承認 體力充沛的活力就對了 接送 做好做滿 就是我念大學的時候 很貼送 然後 因為我比較晚念 然後她又年紀小 所以她每天都會接我上課 然後接我下課 然後其實我家超近的 如果我坐Uber 那時候還沒有Uber 如果我坐建設的話 其實大概十分鐘就到了 但是她很堅持 她敢 還是說她去可能要半個小時 然後接你十分鐘 她家很遠嗎 很急嗎 那我是不知道 那大學 妳要怎樣 很急著把妳帶回她 這樣 然後出去玩的時候 我覺得 她們也比較玩得起來 就是 像 後來跟年長的人交往之後 也不是年長 只有她 其實很容易得罪人 你知道 就是她們可能會覺得說 晚了 就是我 不然妳如果想要放鬆 我們去喝一杯 那我們就是 就回家這樣 可是跟她們玩呢 她們可以玩到很晚 而且還可以跟你 分兩張桌子 因為我之前有這樣過 就是我跟我男朋友 去夜店 然後我們說 那我們今天 分開玩 她一張桌子 我一張桌子 整個晚上 我們自己找 自己想要玩的人玩 這麼開心 然後玩到 兩三點之後 再手牽手回家 好開心喔 可是我覺得年紀大的人 他不能接受 是喔 那這樣有慾望會比較強 好像 但年輕人就比較open 對 外放性的交往 交往不起來 為什麼 我段年下來 真的超反感 為什麼 真的超級反感 就是我自己個人 從以前到現在 擇偶條件 第一個就是一定要 年紀要比我大 就甚至 不可以是跟我是同輩的 對 我懂 我也是這種類型 這有陰影嗎 變父親節嗎 我告訴妳 那是因為妳年紀還沒到 對 年紀到了一個階段以後 都好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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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在私底下 聊一下 好像不是年紀的問題 是 長相嗎 帥不帥的問題 如果是帥的 然後年紀超小 就 其實我也是 我之前就是交往過的對象 都是年紀比我大的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 比較不容易吵架 對 會有嗎 真的會 還是要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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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年紀不代表成不成熟 對 很多年紀差很多的男生 但是他們其實也是蠻幼稚的 對 對啊 年夏男比較容易會製造一些小驚喜 給你們嗎 有 有 我有遇過就是很會製造驚喜的 還有那種什麼 像我早就已經忘記這種事情了 就是 他約我去吃飯 然後 我們坐下來點好餐之後呢 跟我聊天 聊了一個話題 然後跟我吵架 然後 突然跟你吵架 對 因為我已經忘記驚喜這種事情了 所以我就 就是不會 就是沒有那麼聰明了 就是以前我可能會想說 早來的我生日 你一定要給我驚喜 可是我已經忘了這個事情了 所以他就跟我吵架 然後我就 吵到我最後還覺得 真的哭了 因為這個人講了一些 真的很傷人的話 好委屈 然後後來我就 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然後他就離席了 離席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突然就有一個服務生過來說 不好意思 那個先生在那邊等你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辦出事 然後我就走過去 結果 花啊 哇哇 真棒 可是他就是不一樣 讓你的心情三溫暖 很會 很會 但我已經忘記這個事情了 然後我就覺得 天啊 原來你被設局了 對 我被設局了 很開心耶 那你那個年夏男就差幾歲 大概五歲 其實我後來有發現 他們就是很有誠意 就是願意幫你開門啊 然後記得你所有事情 對 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 千萬不要要求他們做 什麼 因為 有意好沒良好耶 畢竟他們的經歷 沒有那麼多 他們可能年紀小 所以他們經濟還沒有穩定 所以他們這些都 就有意好沒良好 我就是覺得是耶 就通常都是AA制 或是可能姐姐們 會出得多一點點 對 或者是我們就是吃得比較 評價一點點 對 好那我們回到現實面的問題 就是他沒有辦法 在經濟層面上面 給予你們太多 但是他可以做很多 很貼心的小動作 對 這樣相比之下 你們覺得你們比較喜歡哪一種 每個人 誠實地回答 不要給我做形象 先用了錢 然後用那個 然後用那個 對 對 我們大家都想吧 比較安心 我小時候可能會選擇愛情 我現在會偏麵包一點 就是沒關係 我自己來 都可以 然後對我好一點 對你好一點 你自己來 那就是選擇愛情 對我好一點是麵包才好 對我好一點是 對 我現在會比較偏 吃多一點麵包 就是年紀越來越大之後 就會越來越往那邊偏 嗯 我自己是 我覺得我跟年長 或是年下的 我都是差不多 好像都是AA制比較多 所以對於這個 我就覺得還好 然後 你怎麼會這麼想不開呢 我就想不開 我不知道 你們還沒有學聰明嗎 為什麼開口 因為每次去吃飯 就會說 那我們各付各的 我這邊多少 我就給他 那對方可能就會先說不要 但是我也會堅持 不想讓人家覺得我在占他便宜 所以我就還是會堅持付 那就久了之後 就形成都是AA制 然後我也覺得 你這一直播出之後 會有人很多男生來追 對 好癢 對 那這些小姐姐們 要好好再教育他一次 對 豆豆太單純 我想說麵包 我們自己女生 自己給自己就好 對不用從男生身上 自己也要 自己也要有 自己也要有底 對 對 對我覺得就是可能他 可以就是養活 我自己然後不要跟我借錢 我覺得就OK 我借錢 我覺得這很重要 大家不要笑 心很細膩 我覺得我還是很心很細膩 你就對我很好的 對 對啊 不要借錢 對我也是偏向這種 就是 你幫你自己顧好就好 我也可以把自己顧好 對 為什麼這樣 怎麼辦我還是 喜歡 喜歡別人給你錢 對啊 對啊 那是怎麼樣 就是還是喜歡可能 比自己年紀大 比自己成熟的 可能是因為 我現在太小 你說要找一個小我五歲的 我可能就犯法了 對 沒有那麼嚴重啦 沒有犯法 那你要姐姐怎麼活 你幾歲 二十三 我就跟你說 我現在都好了 你說早五歲就犯法 早六歲就犯法 然後現在也是有 他十歲八歲 也是很幸福恩愛的 對啊 真的 對啊 我其實跟這位姐姐一樣 我會A 我就是不喜歡 我就是不喜歡 就是他們會覺得 我就是一直要他們請客 還是什麼 我就想說 我自己可以自己付我自己的錢 我不想要太依賴 的感覺 這樣 對 是不是因為國外回來了 通常都會比較有那種 AA制的觀念 有嗎 好像是耶 還是現在的 年輕的女孩子 都已經有這種 就是我要獨立自主 我覺得兩派吧 不想要超級 這麼讓人